大家好,我是阿凡,欢迎来到我的课堂 今天这节课呢,我们接着来学习这款网格造山 上节课呢,我要求大家把后片勾完 勾一个18排,你也可以勾17排 但是呢,如果生态特别好的简明 你勾超短款的话,我们可以去掉这一简 勾这么一点就可以 当然我建议大家还是稍微勾长一点点吧 我这个呢,勾完了以后呢,给它对折 对折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这个袖子的位置 修龙的位置,修龙的位置呢 这个是20厘米左右 大家喜欢宽大的袖子,你可以留一个22,23 就跟我前面那件什么镜中花一样 大概的位置就可以哈,20到23厘米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求前片后片 它留下的网格数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腋下的位置 这里一样,然后呢,左右两边也要一样的哈 我这里是留了8个格子 所以呢,现在我们开始缝合 缝合,大家不要跟平常一样这样直接用短针缝合 那样不好看的哈,大家看一下我怎么缝合 我们找到对面 在这里缝一个短针 1,2,3 好,这个线头让它 等一下我们缝下摆的时候 好,第二个格子 这边的第二个格子 我们找到两个一起穿过来 缝一个短针,然后1,2,3 这样缝合呢,会比我们直接用短针 全部这样缝合要好看 看,我们就这样直接这样缝合 前后片我们都是缝合8个格子哈 这个袖子的长度 袖笼的深度跟我们这个衣服的长度你自己去决定 我只是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 我觉得这件衣服特别适合我们的新手姐妹 然后勾出来 又很 反正我是觉得挺洋气的 好,如果你没勾错的话 我们应该是 前后应该是对称的 好的,到了这里 你看,这两边都是一样的 好,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 拿过来 拿过来,我们给它打个结 好,之前呢 我们是没有正反面的 现在我们缝合了以后呢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反面的 我们把这个 拿过来,回到正面 看到吧,这样缝合是不是挺好的 它这个地方没有线圈露出来 很自然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挑袖子 我们从这里开始勾 1,2,3 然后这里我们扣个记号扣 这是我们这一圈等一下要引拔的位置 4,5 好 在这里勾一个 好 1,2 看到吧 我们这样勾的袖子 它是一点痕迹都 一点痕迹都没有 大家不想要它这个袖子 我们勾这样的 人一般都会歪 就正面一圈 反面一圈 我们就这样一直勾,看到吧 这样勾 在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呢,勾长症 然后两个锁针 一个长症,两个锁针 一直勾 勾到我们这一圈的最后 这个位置 好,勾到这里 我再来说一下,好不好 好,第一圈呢 勾到最后的一个长症 这个是我们连接的这个位置 就不用勾了 我们在这里引发连接 好 然后1,2,3 这里呢,可以扣个记号扣 4,5 第二圈呢,我们再反面勾 我建议大家这个袖子不要收着 就让它一直这样宽宽大大下去 很漂亮 然后勾多长呢 你自己说了算 7分袖,8分袖 超长的袖子都是可以 有些姐妹 她就特别喜欢这种 盖住手背的这个袖子 所以这个自己选择 另外一边的勾法呢 也是一样的 大家自己勾吧 然后等一下我这个袖口 领口我来说一下哈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处理它 好吧 好的姐妹们 看一下我这个袖子怎么处理的哈 我这袖子呢 我总共勾了18排 18圈 18圈呢 它的长度呢 是那种7分袖 7分袖 我这个领口看 勾了两圈 一圈短针 一圈狗牙针 袖口也是 然后我下摆也准备勾一圈这样的 勾两圈 就是一圈短针 一圈狗牙针 看到吧 这个袖子也是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个勾法 这个袖口呢 我是 等一下跟这个下摆是一样的 领针呢 我这个挑针的方法也是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我这个领子两圈 我都是用的3.0的勾针 这样做的好处呢 是这个领子很自然的 它就收了一点针 好 姐妹们 如果你感觉你的领子还大的话呢 又不想收小 我们可以在这后面穿绳子 给它交叉 给它固定住 它就不会往下面滑 好吧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领口袖口的勾法 它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每个这样的网格里面 勾两个短针 这是我们第一圈的勾法 有线头的话呢 给它一起带过来 在每个里面勾两个 两个短针 如果你的手太紧了 我们可以这样 第一个我们是勾的两个是吧 第二个我们就勾三个 然后呢 第三个我们又勾两个 第四个我们又勾三个 看到吧 一二三 这个要勾三个 好 这个线头就不管它 后面我们就是这样的 二 三 这个当然也要看你自己的手法 如果你的手特别紧的话 我们就在那个每个网格里面勾三针 好吧 反正我们这个袖子呢 就下摆不需要收口 所以我们只要勾出来平整就可以 我这个袖口是稍微收了一点点针的 看到没有 大家自己定吧 因为每个人手法不一样 你不用一直跟着我这样勾 然后呢 就这样把这一圈勾完 后面这一圈呢 就是狗牙针 狗牙针 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吧 因为前面讲了很多了 是吧 我们狗牙针呢 第一针 短针 第二针 短针 第三针 第四针 好 然后呢 我们一二三 在这里 调两根线 勾一个引拔针 好 我们后面跳过去一针 不勾 在这里勾 然后又开始 这一针呢 就算一针 然后一二三四 又开始重复 方法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想 有点特色 或者说这样说吧 你想给它很简单的区分前后片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领子前后片 它区别不是很大 我建议大家 就是勾两朵小花朵 缝在这个上面 随便你缝在哪个位置 我们缝在这个位置也可以 这个位置也可以 这样斜斜的缝两朵花上去 就缝在这个地方就可以 胸前也可以 缝在这个地方 或者缝在这个地方 这个花朵呢 就很多地方都有 我就不给大家出教程 就是很简单的花朵 芙蓉花 你看 这样缝在这里 你觉得缝在哪里好看 就缝在哪里 然后这个长度呢 大家可以自己决定 我勾的是超短款 所以我只勾了这么长 整件衣服的长度 就是我现在是水洗以后的长度是 就是三十厘米 下面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勾流速 或者说你这个花朵也可以这样 这样缝 你这样斜斜的缝两朵 这样连上去也是可以 我们勾短针的时候 给它连上去 看到不 姐妹们 这样 连两朵 这样上去就可以 我告诉大家怎么连吧 我告诉大家怎么连吧 比如我们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想连一朵花朵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的 给大家用这个线给它 告诉大家这个花怎么连哈 大家可以下面全部勾一圈这样的花 你看我们勾短针 当你需要连这个花朵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带过来 你看 因为它是八个这样的 如果它是六个的话 我们只连一个花吧 你可以你看 就这样连好了 我们就这样让它很自然的这样 悬在这里也挺好看的 你自己反正自己去发挥吧 我们这样如果勾一排的话 是不是也挺好看 然后我这个呢 它作为是装饰花 所以我打算直接缝在上面 我线头都留好了 直接缝在上面 或者说你缝在这个领口 其实也是挺好看的 你看缝在这里 一朵两朵三朵 好吧自己决定吧 我就不再往下面讲了 因为这个衣服 超级超级超级简单 我只是觉得这个网格 我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迷上了这个网格 所以今年出了几款这样的 这样的网格衣 你看这个花朵自己发挥 放在哪里都好看 我是不是太啰嗦了 或者这样斜斜的 这样封两朵上去 也挺好看的 这个花朵自己勾吧 我们这期课到这里就结束了